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个信息现在抛出来了呢 就是这件事啊应该是争论已久的有争议的一件事 我不好把那个东西啊给展示出来 其实大家搜索就杜娘丑化袁隆平就可以看到那个东西 这张漫画就是争议这个事 关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说袁隆平适用于英烈保护法的法律规定 那个漫画家恐怕要坐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个漫画家也是挺有名的 不是泛泛之辈 这个可能要有一个后续 这是前面放风 后面还有后续 但我个人对这个有看法 就是不是看法了 咱也不敢说看法 因为我也怕这个坐牢 我是疑惑 困惑 就是英雄他追求的 是所有人的尊严是一样的 不应该有差 如果有差呢 恰恰就使他们的这个英雄事迹啊 光辉形象啊 也受损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 如果 侮辱英雄是罪 那侮辱平凡的人也是罪 其实我们在想进一步的一个逻辑啊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是强者承担更多的责任 弱者呢 就不能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或者强者呢 不应该得到过分的保护 弱者反而要需要得到过分的保护 因此我觉得 你要说更文明 应该把这个逻辑还要颠倒颠倒 尝试尝试 我是困惑这个问题 谢谢